歡迎收聽諸偉會客室 我們這個系列會邀請一些在RO的各個領域有心得 或者是比較專業的玩家來分享一下遊戲心得 那今天的話要邀請到的這位玩家是在棋林寺 甚至是在成戰方面都比較有經驗的玩家 他也是一位實況主 然後他就是一直有在做一個直播記錄他的棋林寺的遊戲生活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邀請到這位玩家 我們來歡迎表情 歡迎 諸偉好 諸偉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來自巴基的表情 我朋友都叫 有些朋友會叫我Uni 然後有些人會叫我皮洛 目前這個ID這個皮洛幾樣的千兩個字 那我們現在在表情他們工會的旁邊 那他們的工會非常的陣仗很大 上一次在紅銅那邊的陣仗也很大 我覺得我每一次去大家的地方都覺得 畢竟我是一個人工會 所以很少看到這麼陣仗非常龐大的一個地方這樣子 哇那你工會的人數還蠻多的 應該不會我看這樣子應該有四五十個喔 其實我自己也算是跟主委一樣的獨立型的玩家 只是因為有些像打成戰啊 或是打一些星座塔的副本 甚至是練功上的時候會認識一些朋友 所以像上面這些其實都是 算是我朋友啦 都是我朋友這樣子一起玩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跟主委做這個會客室的計劃 然後就請他們幫忙站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捧場 真的很捧場 我也很謝謝他們 那我們首先要來就是請表情跟我們分享的 就是說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玩RO的 然後大概玩了多久這樣子 我是從2018年那時候開始玩 對2018年那時候還是玩 那時候一開始玩是在卡普拉伺服器 然後當時也應該就比較休閒玩一點點 就當時也是遊俠騎手 那時候還是天羽套的流派 天羽套劍與風暴那個流派 然後後面就玩玩玩玩到 然後開始對吃野王方面有點興趣 所以開始有在經營像 搶火基因 比較特化搶火的基因跟修羅 就是方便我 我方便跟我比較搶王的能力 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後面就一路轉轉轉轉 搶火基因玩 然後轉發人 再轉現在的704這樣子 那時候會想要吃這麼多野王是 就是自己的一個就是喜好嗎 還是說你小時候的夢想 都有 都有 但興趣比較多 因為當時玩的時間並不太多 所以我覺得當時如果說 我像現在就是比較農夫生活的話 我可能會付出到時間比較少 所以當時練了一個角色 練到一個等級之後 我就會開始往 欸這個角色可不可以對我吃王方面有幫助 不管是給輔助 或者是主力輸出的修羅 搶火星星等等 就開始往那邊培養 那時候會想要吃王 是不是因為當下 比較有價值的道具 是比較偏王卡類的 還是說你吃王只是單純覺得 就是跟王之間的碰撞 像是你比較喜歡的一個遊戲內容這樣 對當時 當時就很喜歡跟王互相打的關係 然後也很喜歡跟就是 因為畢竟搶夜王嘛 總會跟一些玩家會有一些碰撞的那種感覺 就我蠻喜歡這種競爭的感覺 可是野王是不是一開機就要就是他們重生嘛 那你就是開機的時候就要開始把一個run down 比方說誰重生啊 先去搶最難搶的啊 然後全部打一遍這樣子嗎 還是 對對對 當時有跟一個朋友 就是有互相 算是分配 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時間剛好有兩隻王重生 然後我們就說 那你去吃這隻 那我吃這隻 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算是不保持這個習慣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子一路打王有打很久嗎 我 因為我現在其實不怎麼包我夜王 我從去年 大概年中吧 就開始不怎麼包王 所以比較就回歸到 因為後面現在又有很多副本 例如說像 纏尾副本啊 然後 現在龍河啊 挑戰古城啊 之類的 我後面又其實比較偏向 純刷副本的農夫 畢竟野王也沒什麼 就是殘肢了 真的真的 就是 野王一陣子啦 也是人類的 那那陣子有刷到什麼樣的卡片嗎 畢竟你打這麼久的野王 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就是經歷這樣子 我數一下 哇 這麼多張片 又數的啊 對 我從以前都在打的大概 等我算一下 第一張開始算 第一張開始 因為當時有在網卡玩 所以有時候有些網卡的紀錄沒有算 我單純從 就我家的電腦開始這邊開始算好了 好好 哇這個 到底打野王有沒有 大家想的這麼好賺呢 哦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以前或許有了 因為以前大部分的 對以前的網卡還算有價值 現在的話真的很少 一兩千一兩千而已 嗯對 我到 之前不包的時候 我總共打了 五十八張網卡 五十八張 對 五十八張 太猛了吧 嗯 其中比較有 回憶的應該是黃金蟲 可是黃金蟲 當時還有那個吧 無限 無限塔可以刷 哦 然後野王的黃金蟲 我是打的兩張出來 然後剩下七張都是從 那個 無限塔那邊印出來的 不過那時候要打網應該 裝備也要很好吧 還是其實 在那個年代 吃野王就 只要你有配到 不用太好 就可以打得過嗎 嗯 那時候 裝備當然還是要有一定程度 畢竟要跟玩家 互搶嘛 就是傷害要可能要用優先 可是當時的傷害其實 嗯 算不好撐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花了好幾錢去 提升製裝備 可是 表現出來的傷害可能就提上個 兩三趴兩三趴那種感覺 那你會一開始就 把你的裝備給製裝好 還是你是慢慢充 比方說武科慢慢玩起來的嗎 我一開始還不是 就馬上砸錢下去 因為我當時是 我終於我當時在 我有一次在曠山 打ISX 10806那一支 然後我一次剛好路過 然後我就打死剛好噴卡 然後就算 算是以那一張卡片賣的價格 就做一個 資金的成本 然後後面就慢慢自裝 慢慢自裝 所以要是沒有打到那張卡片 你還在 你可能還在努力的 慢慢農這樣子嗎 有可能 有可能 不過那時候也沒東西可以農吧 可能就火惡的雜物 對啊 那時候我記得 好像大部分都是主要練功 然後副本的話可能就是 三王跟 現在的所謂的國王鞋跟 好像我記得這兩個 那時候艾克裝是比較紅的裝備 對對對 那時候真的蠻久以前 因為那時候好像抽艾克的附魔 如果你抽到比方說 STR ATK STR ATK跟冰凍 對啊 那些都是 可能有個幾百塊 甚至一千多 那個時候還蠻特別 就是我們現在可能覺得 這種附魔這麼爛怎麼會這麼貴 但因為我們那時候真的沒有什麼裝備 是很強的 對啊 直到說出七王之後吧 對 就開始有一些副本裝啊 讓玩家可以不用這麼的有壓力去做裝備 對 沒錯沒錯 那到現在的話其實 我覺得有一部分也是因為主線裝出現 導致 玩家們之間對於裝備的 配法 有一點趨近於 統一啦 但是這有好處是因為 這樣子對新玩家比較 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啊如果你是舊玩家 你可能就往比較 高階的副本去打裝備這樣子 那你以前就叫做比弱了嗎 哦沒有 說要算是半年前開始吧 有剛剛那個主教 主教那只算是第一個 匹洛開頭的ID 那最早的話 是叫做什麼樣的名稱 有沒有一個很煞氣的ID 那我應該是我強火之音 可是強火之音後面也被我改成表情ID 等一下就想一下那時候的這個ID 就是比較日文ID吧 就是日文的日番中的名字 然後後面加歌手的那種感覺 就喜歡的喜歡的歌手那種 對喜歡的 所以到現在變成這個 到後面就一段時間都是起表情ID 因為那時候 主委應該也懂 就取ID好麻煩喔 要有一系列 然後又不能夠認不出來 對對對 那時候就是乾脆取說 我可以取表情耶 那我就稍微取個表情系列的ID 有點二趣味的那種感覺 那現在這個比諾是比較想要 呃有什麼樣的感覺的一個意義嗎 呃 比諾奇洋其實這個ID是 有一款遊戲叫黑色契約 它的其中一個名詞 那個一個陣營的名詞 我怎麼聽過這個遊戲啊 黑色契約 欸 它前身是叫黑色陰謀 欸有勒 應該有啦 我只要是有聽過勒 對啊 當時那個畫面跟它的效果 我覺得 以搬到現在來講 可能就真的是還好 可是以當時的遊戲畫面來講 它是真的滿頂 就是我覺得很多男生會喜歡 那它是一個某個陣營的 那個名稱叫比諾奇洋 欸對 因為那裡面有類似 有點像類似乘戰 可是它算是國戰的那種感覺 啊其中 比諾奇洋就是其中的一個陣營的名字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是從那時候的基因吃亡到現在 中間有經歷過法忍嗎 對不對 欸是 那法忍的時候 應該說為什麼當下會變成法忍嗎 畢竟基因那時候是比較吃亡的強勢嘛 那中間是怎麼樣的 因緣際會讓你去 欸 跳到變成這個法忍 對 當時的 布賴奇 就是現在的BR BR是指 它的BR 它那個特性有被更動 我還在玩槍火經驗的時候 我都會先開著我的私人 然後盡可能去蹭高我的INT 然後就可以在陣內 踩到陣內的時候 就有短暫時間可以讓自己的共演強制100% 所以我身上的裝備 就可以往全輸出的方向去配裝 然後可能就是 因為今有果凍效果嘛 就是趕快飛一飛 然後走一走 然後看到我狂丟 然後後面 有一次改版就是把現在的 把BR改成現在的模式 就是三分鐘 持續執政三十分鐘 三分鐘 然後 共演效果只有30% 當時我也沒有說配到 像什麼雙齊烈 當時的延期中也沒有說很多 所以 我一發現BR要被改了 我就趕快去找 有沒有類似的提案 當時就有注意到法忍這條路 就是當時幫他有一個叫哈哥的 我記得也是老茶的玩家 哈哥 對啊 對 我當時有參考他的文裝 只是我依照我的需求 比較更比較 極致的 更比較針對性的配法 所以他算是一個讓你發現說 這個法忍他不需要稱共演 然後 他不需要稱共演 可以把裝備都往傷害中去堆的情況下 他就比七音還要方便 對 就是缺點算是果凍吧 剛轉法忍的時候果凍是真的小很多 而且屬性的部分是真的有讓我困擾很 尤其是沒辦法打 當時打暗示還打得到 可是傷害會掉很多 然後也沒辦法摸到聖屬性的網 這個是真的很劣勢的存在 所以法忍也是算玩了很長一段時間嗎 差不多一年左右 然後後面就有注意到七零四這個職業 其實當時七零四還是 KRO那邊還是185的狀況 當時才玩久到175 可是烈靈他的輸出模式 那時候應該還是處於艾斯帕這種單體的 的這種傷害吧 我還在玩法忍的時候 那時候七零四只有 烈靈四只有到175 所以 每一個艾斯帕或艾斯盒都要耗魂 所以 哇 電光超厚的 那注意到他是因為他有一個轉屬的優勢嗎 還是說他有什麼地方是吸引到你的 第一是轉屬優勢 再來是他的跳高 因為跳高真的在野途真的很蠻 在機動性方面其實算蠻作弊的存在 就像有些有接觸過成戰或者是打網 搶野網啊 或是現在打副本 那個攻聲彈影那個真的很作弊 所以 我會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其實傷害可以靠 可以靠個人跟當下的Meta裝去撐 可是 技能的特性 角色的特色 沒有辦法去 隨便的改動 所以當時就有注意到七零四這個職業 然後再加上他可以轉屬跟防魔戒 這個是真的蠻爽的 像我現在之前玩了一下發現 抗魔戒這件事情 很舒服 很多 我一定要配黃金蟲才可以防魔戒 其實那是什麼東西 這邊說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抗魔戒的事情好像是當初他們說 因為他捨棄了他的武力 變成了就是 這應該算霧靈寺的優勢嗎 還是到獵靈寺才有抗魔戒 是霧靈寺就有了嗎 霧靈寺就有 霧靈寺就有了 當初就是因為 所以好像一方面是因為怕他魔戒的時候把他的魂的 那一個招式如果解掉的話 對他來說好像不太公平 再來另外一個說法是他捨棄的武力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優勢就是不會被 魔戒掉 然後就變成他的內建的一個機制在這樣子 對我會覺得說 防魔戒這件事情在霧靈寺的階段 因為霧靈寺其實 比較偏向輔助類許多 他攻擊性技能就只有艾斯頓 你要講只有艾斯嗎 所以他算是捨棄傷害 然後換一定程度的保命程度 保命技能 異常設定 我會比較偏向這個解釋 然後之後一路開獵靈寺 甚至是說現在的七零四 然後防魔戒這個設定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這邊我們就順便來請表情跟我們分享 到底七零四 在現在這個版本的情況下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他 可以推廣出去的優勢在這樣子 我對七零四的了解 他算是有分三種流派 對三種流派 然後其中一種就是比較工具人的配方 就是點出天地神靈嘛 那種就比較算是簡單一點 要嘛你的攻擊技能用死靈進化 要嘛就是用四聖獸服的什麼白虎 從白虎玄武 或是四雙神符其中挑個兩招 左右出來當練功啊 或者是打副本的一些輸出技能 如果說純打手的話 現在算是分兩個流派 一個就是主委昨天晚的那個死靈進化 白虎進化流派 我現在也算是白虎進化的流派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巴哈上講的噴浮流 狂燒浮流 狂燒浮流 其實手指破壞氣 燒浮流 對真的是手指破壞流 然後其實一開始我也是走噴浮流的路線 我有感受到說噴浮流 他真的是瘋狂出招 那個爽度是真的很爽 我後面會轉白虎進化 是算是因為 因為現在有生態圈 然後加上後面出的裝 像現在的聶普盾 或者是RO S頭 跟散熱武器嗎 對散熱武器啊 或是我現在拿的焊接棒 他們都是比較偏向白虎進化的路線去特化 就導致說現在白虎進化的傷害 可以遠超燒浮流的傷害 其實也沒有到遠超 就頂多就是把白虎符的傷害 拉近到跟玄武符差不多 然後玄武符 他在還沒有任何的技能特化狀況下 他打出來的傷害 又可以跟刺棒升幅差不多 對所以如果說你身上完全沒有任何的技能特化的話 其實噴浮流的DPS 正常是會比白虎進化還多個兩成左右 如果說有技能特化 那個就要看每個操作者的機體 像我現在裝備其實比較偏向神仙化 我稍微可以偷看一下嗎 可以可以我開裝 幫大家開一下裝備 算普通嗎 中小隻 這個看過紅銅的裝備之後 這個算中小隻了 對 好沒問題 紅紅那個真是我也很想要 尤其是他那頂頭我也很想要 我看完之後就已經看過他那個太頂了 但我現在這套裝其實也可以打那個聚毒圈 然後我打其他地方就可能會再替換個其他部位 比如說披肩換成西梅爾茲的烏爾斗 或者是飾品可能再換 稍微就有些地方再微調一下這樣子 然後因為像我平常我自己開台的時候 有些人會問說我想要我今天想要玩七零四 然後他本身已經有朱比特了 那他還需不需要做那個聚普頓刀斧 因為那個製裝成本 跟附魔可能對他來講有點壓力 阿五會跟他講說其實 聚普頓這個裝其實比較偏向技能特化的裝備 他的白斧斧跟死靈進化會再額外加40% 加40%之後他跟朱比特相比的話 其實會引穿朱比特傷害再高個兩層左右而已 那如果說兩層的左右傷害 有些人可以接受有些人不行 像我可以接受就做 而且他要到13A才有辦法比較有效果出來 對比較可以全吃 那朱比特11B就已經可以給所有的法系用了 或者12B是比較相對親民的造價 我自己這樣講 對會比較親民造價 然後像有時候我也有注意到雪花的衣服 雖然說我自己沒有做 但我還是會再看一下 然後用傷害計算器稍微模擬一下 就是他的效果大概是跟什麼程度的朱比特差不多 我後面比較下來是差不多 跟C階加11是差不多的 但是朱比特還是有個優勢 就是他經驗階級越高 他的表現狀況越更好 那我想稍微詢問一下 剛流派上面 因為天地神靈這一塊 其實在我自己那邊的團隊上 因為他本身加的是第一個禁遠 然後選屬性魔法 這一點的話我在想 是不是現在的大家的裝備都已經 稱高蠻多的所謂的禁遠 再加上全屬性魔法傷害 那這一招到底在輔助方面上 是不是有必要犧牲這麼多的點數去 去換取這一個輔助性的流派嗎 我自己認為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就是算沒有致命性的缺點 就是技能點數不太夠 然後偏偏天地神靈你要光點出來 你就至少要花21點的技能點數出來 然後你還要再花可能10點左右 再才能把它點滿 才能拿到那些的25%的能力 但是就像主委剛剛講的 現在裝備其實像對禁商、遠商 甚至是屬性魔裝其實加的蠻多的 然後這些趴到數又會很容易出現 像遊戲家穿了一堆的遠商趴 然後再開精英 有點像編輯效益的那種感覺 但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今天這支七零十 就是一開始就打算 他當輔助型的工具人去培養的話 那天地神靈還是可以點出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往打手經營 你不管是說走噴浮流 或者是白虎精華 那就一定要捨棄掉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有練一支工具人的 對成功具人的七零四 比較常開他就是去打 星座塔或者是一些生態圈 就是真的缺一點點傷害的時候 我就會開他出來 然後丟個天地神靈 因為像我自己的裝備 我的像我現在穿火屬性的那件LT 然後剛好就差火傷100%的傷害魔女 所以其實再多加那25% 我的提傷其實不到10% 有5%我就該偷銷了 這也真的是 如果說你今天要正門打手類型的話 是真的不近一點 但如果說你一開始就打算說走輔助類型 那可以點 因為他還是有增傷 然後就是 我只要講說剛剛其他流派的那個差別 差別的話 就是跟大家稍微簡介說 剛剛那個噴浮流跟所謂死靈精華其實 它是操作上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像噴浮流的話 他是必須要一直去滑鼠要一直去點怪啊 跟點地板這樣 然後死靈精華的話就偏向是 你不用動滑鼠的左鍵 你只要按技能鍵 他就會施放出去 就我來講 這兩個流派其實各有有缺點 像噴浮流就比較偏向瞬間輸出的那種感覺 如果說你喜歡吃網的話 其實噴浮流是個不錯的選擇 有些時候 有些網畢竟是需要一些數戰數決 然後白虎進化其實比較偏向純刷寶 因為就我的觀念來講 傷害的這種東西是可以靠後面的meta裝 來去提升 可是就是比較不能提升的是他本身的特性 像白虎的特性就是他秒三 然後範圍又很大 又是極暗極放的技能 噴浮流的青龍珠雀玄武跟四方聖魂 你畢竟還是要去點目標或者是點地板 他才會有傷害判定 那死靈精華也是一樣 雖然說他是秒一 可是他也是跟白虎一樣 需要極暗極放 缺點就是他每一發 都每一發死靈精華前 都要按一個靈魂聚集 這有點像是手感的部分 然後像其實一開始我也 因為像我一開始玩70次我也是噴浮流 然後當時出生態圈的時候 我也有用噴浮流的方式去生態圈打過 當時的裝備跟現在應該是沒差太多 我那時候就稍微記 因為我都會習慣打生態圈的時候 都會記錄我打了多少的產值 對然後以噴浮流 我當時的噴浮流來算的話 當時劇毒圈我記得是可以打200多顆 220顆左右的靈質神經 可是我一轉白虎進化後 我的產值就直接快逼近300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技能特性的優點 它的範圍很大 大概是15乘15 對超大 這個很像以前的那個 創世之光再加強版的15乘4 喔真的很強 這也是很多玩家對於這個704 目前比較嚮往 就是它刷圖好厲害喔 它可以跳高 又可以快速把怪打死 但是不知我昨天試了一下發現 這個裝備的造價是真的蠻誇張的 畢竟一般小隻玩家可能 一般的裝備 maybe就是塔諾斯LT頭啊 然後朱比特奧斗LT 那再來個死靈血 但是我試了一下發現 它其實傷害上要達成 可以刷到劇毒圈啊 或者是生態圈 比較有產值的情況下 真的各位還是要投資 在他們的特化裝上 會比較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 那一般的玩家 走燒服流的優點是 你可以透過你的技能之間的交錯 而去不要說 欸好像放哪一招打的不痛就不痛 但是你可以 畢竟人家給你四招到 或是五招的攻擊技能讓你去防 那你的優點就是你用 技能的次數去彌補你的裝備 新手的話我這邊我體驗過 所以我可能就推薦燒服流 但是死靈進化這一塊 是搭配白虎服這一塊 我真的覺得哇 假設未來哪一天 真的有機會裝備弄上去的話 我覺得這個刷寶的感覺 是現在應該是前三名刷生態圈的職業 對因為像現在的白虎 純白虎的話 現在的最痛武器就是 雙白虎的暗淡嗎 暗淡武器 那是最痛的 我有注意到那一把 只是後面想一想 有機會我就走 沒機會我就不走 但沒意外是不確定不走 白虎服的特化武器 後面深層二有出入那個 十 它是好像是翻譯成十克裝 其中那把武器它 你今天上去到一個定位之後 它白虎服也會 可以給到65%的技能傷 單純指拿武器 也是會給到65%的技能傷 所以我會覺得說 跟暗淡武相比 它其實也不會出太多 而且它也是一樣可以交易 都是可以算是也是 都是內取完全內取的東西 對所以後面 我自己也會嘗試 真的出聖乘二的話 我也會嘗試去做那一把武器 那一把好像是掉地板的 有點掉地板 怪物會掉的 對這個就是 未來我們現在在蹲 就是說雪花武器先掉到250 然後等深層二開放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 拿那個不用再花什麼 一萬三百多瓶光灰做出來的 暗淡武器 這個是我們現在很多玩家會擔心說 是不是現在裝備要買什麼 要什麼什麼武器 散二啊什麼的 我們都說其實 除非你有那些刷 更難的地圖的要求 不然其實 雪花武器已經可以讓你練功 練上去的話 你可以先暫時不用追求那一些 轉彈裝或者是 特化裝的武器 而且我一直以來玩遊戲算是 抱持著 我夠用就好了 比較容易滿足 對這真的也好 不然現在很多玩家 像很多都會問我說 最近出的 這個盧恩善惡系列 是不是應該購入呢 然後我就會說 啊你買這個要幹嘛 就是 他們都會說 新東西出來要不要買 啊我就會說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刷一般的地圖的話 其實你不買這個好像也沒差吧 他們有一個迷思啊 會有迷思在 我覺得我會覺得這個是要看每個人的 經濟能力跟他的想要打到的效果 因為如果說像 像我會講這次的盧恩善惡頭好了 因為我有稍微再看一下 他比較偏向 我是比較注意到天龍 天龍氣息的裝備 對我覺得 以天龍路線來講 其實他算 也是算蠻不錯的裝備啊 但是他另外一把武器就是針對橫輝展吧 我記得 對對對橫輝的 對橫輝展那出現 那可能就是 欸可能會有其他頭 其他不同流派的玩家也會跟你 也會想要那一頂 然後他就又變貴了 只要那個裝備有進 有玩家有需求 就一定會變貴 有時候要買不是不行 但是我會想說 如果他是真的太別的職業給搶炒作的話 就先緩一緩 像現在唱回頭裡面 最貴應該就是靈氣頭嗎 對啊 靈氣頭你說 是難道他有對到 法忍強 然後七年四帶也很強 然後法貓 物理貓咪 對法貓 法貓帶也算不錯的效果 剛好法忍跟七年四 就剛好算是現在的 蠻多人喜歡 對 就是蠻 就是很多人玩的話 這樣都會 像我就是 我很想要 可是 我不怎麼想要花錢去 去特地去賣 然後 剛好上回 時木有機會可以打到 我就是 一天抓個 可能一兩個小時時間 然後就去稍微刷一下 拼一下機率 你說到大概現在已經有累積百場了嗎 打了九百場了吧 沒有半個頭的出來喔 沒有 還沒有打到箱子 到時候打出一張Ti 那個箱子機率是不是 可是 不是比卡片跟卡片一樣啦 那個 我會覺得是 因為他 畢竟唱回頭是 抬特裝 就跟心臟碎片一樣 心臟碎片 畢竟也算是抬特裝嘛 所以 他如果一開始橘色 光的機率跟 卡片一模一樣 搞實說我也不意外 那心臟碎片你們有 平常打龍哥有出現過這個東西嗎 喔沒有 但是隔壁團也 有認識的打到 這個我們也是有朋友打到過啦 就是 確實是有看到他的那個圖片 所以 這個心臟碎片是真的有掉出來的 對對 是從龍哥身上掉出來 不是從寶箱 對 那也不是從寶箱 是龍哥身上直接掉出來的 當時 當時見面會聽到這一句話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真的 感覺還是這樣子喔 原來 是從龍哥身上噴出來 我們在那邊開箱子的時候 興奮個半天 哇 一定會喔 因為一開始很多情報都 總是會有一些 我要講假消息 真真假假真真 對啊 所以 眼鏡為品 我們剛剛有談到 比較多是關於 棋林寺的優勢嗎 但是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棋林寺的缺陷 棋林寺缺陷的話 算是 像 先 像我舉進星座塔好了 星座塔其實都不會有所謂的 搭手 射程的問題 因為像 主委應該也有聽過說 應該也會有人問 那這樣子 棋林寺是不是適合 擔任 星座塔的 打手的職位 就我對棋林寺的了解 他其實就只有 青龍府 他的射程是 是一格 然後其他都是 九格而已 所以如果說你要 比較站在團隊的 地點範圍內的話 你的射程應該是跟 游侠的 漸進游侠的射程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會遇到 需要躲陷阱的狀況出現 如果說你是白骨服的話 那我只能先跟你說放棄吧 因為他的手就是短 白骨服是15x15的話 大概是剩7格 沒錯 他只有7格的空間 我光連九成九都有困難的 那7格就是放棄吧 這邊稍微跟大家簡介一下 這個龍哥的陷阱呢 你只要撞到一次 基本上就走了 沒錯 然後他是一個 在地上一直在那邊晃來晃去的東西 你 裡面你也不能跳高嘛 你如果要走的話 你除非你的那個動態視力非常的不錯 除了這個修羅會在裡面公升之外 沒有什麼其他職業是可以在裡面 撐超過10秒的 應該頂多應該就是斬首吧 因為畢竟斬首有 我會迴避 對對 你應該頂多就斬首 我對斬首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龍哥的攻擊距離 就要抓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輸出的時候 不想要再產生更多的空檔 去躲什麼東西 所以攻擊最好的話就是超過11格 或是11格為基準點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如果說你真的 你對你的動態視力 跟你的角色的操作程度 很有信心的話 那還是可以去挑戰 就是用噴浮流的方式去挑戰龍哥 因為現在有個優點是 其實韓國那邊也是有這麼多玩家 在龍哥的陷阱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5到10秒之間 是不會被撞到的 他就趁那個時間點把他抓死 他就 你就踩不到陷阱 對啊 因為像現在騎鞋玩家 就有陸陸續續在挑戰分數比較低的龍哥 像氣力的時候我也有看到一個影片 就是旁邊有一個專門放彙星的咒術 然後他剩下時間他就是用噴浮流的方式去瞬間把龍哥打掉 可能每一階他可能實際 戰鬥時間可能不到3秒吧 那除了距離之外 有沒有什麼地方還要再特別注意的 比方說是血量嗎 還是他的什麼地方需要我們再注意的 我覺得氣力士的部分 因為他畢竟是沒有辦法轉身 所以一開始就會少100點的素質點 所以在 例如說你有搭配魔力心套或者是 一些會吃素質的裝備 例如說暴徒 魔力心套等等 如果說你要配素質上 你要更加的利用計算機模擬 要分配一下 然後也很容易會出現說 全身如果穿了一堆的傷害裝 你的抗性就是會是一個問題 例如說像現在不管是打 不管是星座塔或者是散悔之墓 甚至是現在的生態圈 你都會面臨到說 你傷害很夠 可是你可能會被一些技能瞬間給秒殺 例如說像我自己七零四 剛開生態圈的時候 我會很常遇到說 打個劇毒的库克雷 秒法瞬間把我秒掉 他就瞬間傷為一個星陣 我就打我的倒了 那時候我為了要避免 我會被一發星陣給秒 我要嘛就是看到库克雷 我就優先擊殺 要嘛就是去撐高我的抗 然後盡可能減少他 他星陣對我的傷害 因為畢竟死了沒有輸出 了解他的血量是真的蠻少的各位 我去生態圈逛的時候 只要草原區 火焰區 居毒區 會新鎮的東西 那個血量沒有 應該要十二十三萬喔 大概 差不多 像我現在穿這套的話 我血量大概是十萬 那可能還是會白白 對 對 可是因為我剛剛是 我剛剛我去打部分 所以我現在還是穿艾斯手 那如果說平常打生態拳的話 我會配 海拳手推 那我血量可以到十三萬左右 再搭配一下 立方卷 巨人魂 的話 他的 像库克雷那隻好像就長 星陣我好像不到七萬吧 就我根本不用 我就算被星陣我也不會死 但是也算是因為 所以有出這件尼普頓的關係 尼普頓他其實也給不少的血量 而且有差那個雙眼多落香 就差很多了 很像 這個卡片真的很像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聊的是 未來的版本 其實我們剛剛其實有稍微提到說 什麼次元啊 時序這種裝備 那有沒有什麼地方是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準備 那未來的話 如果銜接上比較不會產生 比較大的落差 比方說 時序套出來的話 是不是燒浮流 會有不同的發展 哪個地方是我們可以注意的 先講時序頭部分好了 因為像 現在KRO那邊有 其實 704的時序頭有三地 其中兩組是 內取裝的部分 就是一個是 你施放白斧的時候 自動觸發玄霧斧 對對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施放青龍的時候 觸發珠雀 然後這兩招 白斧跟青龍 又剛好都是 秒三的技能 所以 像我剛剛講 有提到說 有KRO玩家 利用噴斧流的方式 去挑戰龍哥 其實他那個就是用 青龍觸發珠雀的 那一套去輸出 那如果說 你一樣很喜歡刷包的話 那就可以又選擇 白斧觸發玄武斧 我有個問題 這個白斧觸發玄武斧 這個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雖然說他是這樣寫沒錯 不過白斧是一招 原地施放 但是玄武斧是一招 需要點怪的 那我今天放白斧斧打到怪的時候 他的玄武斧是放在 我身上還是 你角色的身上 你也不用特別去按玄武斧 那剛剛有提到的第三頂 是關於什麼樣的技能呢 剛剛是提到兩頂嗎 對對 第三頂的話算是 我沒看錯的話是類似 轉蛋狀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像 善惡桃 他的能力是針對死靈進化 再減0.3秒的獨立延遲 像現在死靈進化其實是 1秒的獨立延遲 然後你如果說你穿上那頂 再搭配它起的話 死靈進化會變到0.7 就可以再放一次 我覺得這頂反而是我最沒興趣的那一頂 因為死靈進化的手感 目前看起來我沒有特別對它有興趣 我反而是一樣是針對 白虎觸發 玄武或者是青龍觸發 朱翠的方式 我反而一樣是對這兩頂內取 會有興趣 而且它那頂畢竟是算轉蛋狀 也不知道說可以 有沒有那個機會可以獲得 它這一種做法有一點 明明這種東西應該可以放在實訊裡面 去新增掉落或者是新增製作就好 但它偏偏要把它弄成一個轉蛋的方式 然後明明就跟實訊套是同一個系列 這個我就覺得未來的設計上 如果你是玩兩年後新技能的話 你就要承擔的是新技能的裝備 大概都是轉蛋裝出來的 有時候可能官方釋出一些東西 真的是不合理想的話 那我就不會去特別去看它 因為我相信官方都不管是韓方還是說 台方都會有一些活動做差做壞 然後我會盡量都去往它有做好的地方 去那邊去觀察 我不會特別說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活動或是什麼企劃 做得很爛或是做得很壞之類的 然後就是特別去 特別去指責什麼的 也許他們過一陣子就會 maybe有一些反應 因為現在他們很多的玩家 還是會給予一些回饋 像我們的見面會 也是會說收集大的意見 然後去做更改 那不然他們新增技能像 靜奏那個AP轉SP這個 我想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的論壇都已經 先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我相信應該過不久 可能假設明年有機會 再辦個見面會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再反應一次 因為這件事情是真的 他們那個設計上 很多東西是我們玩家很難去理解的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設計這個AP轉SP的用處在哪裡 我們需要有一點聲音讓他們聽到 他們才會覺得 欸真的有人在反抗欸 不然他們好像有一種 欸我就這樣設計啊 不然你不要就不要用 但殊不知真的是有人會去 我覺得要去反應他們 可能還是會有人用啦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少 我在想他們會這樣設計 有一部分是因為 他們現在的金地圖 有一個機制就是 怪會把你的SP直接燒乾 導致說每一個玩家 對於SP這件事情的轉換率方面 會比較受到影響 他們可能是想要解決外掛的問題 然後就導致說 希望可以增加他的負擔 殊不知這件事情搞的是一般玩家 他們現在每一支 我看一下直播 把怪打死 都可以秒殺的情況下 還可以把這個魔被抽乾 對啊我就覺得 哇你現在這樣設計 真的不是在玩遊戲欸 是你在限制玩家的遊玩體驗 真的然後有 因為玩家遊玩體驗 我又覺得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很 所以在現在的環境 你說打寶什麼的 當然有 可是都是集中在 可能比較後段地圖 才有辦法享受到 我們在打生態圈啊 或者是哪一些高價物的 那個感覺 但前面的話其實 大多數的時間 大概都還在練功啦 但練功就相對乏味的情況下 我覺得可能勢必 所以需要多一些方案 讓我們可以 獲得遊戲的快樂 像韓國就有一些 副本打過之後 會有寶石 那那個寶石 可能可以換一些 打開可能會有一些 當下副本 EP的裝備 那這個也是 對我是希望 這個趕快裝啦 但我們這邊 雖然接檔有出 但就一直都不裝 唉 那我覺得是 需要再多等等 可是至少 接檔有看到 我自己也蠻期待的 因為有那點之 有出衣物箱之後 應該 像那時候是做到龍可兒跟阿葵拉的吧 對阿對阿 這種就會很吸引玩家去挑戰他們 然後獲得一些道具 但他們希望可以在今年看到這些內容的出現 那我是不期待 我是期待 明年 我對阿期望太高了是不是 唉呀 有點期益 因為我之前 那個前陣子有 不是有阿威斯的比賽嗎 我跑去跟台 就是台中廠 因為我剛好也是台中人 然後我去台中廠那邊跟總監調 他就說 他當下其實就跟我說 其實 今年會更新的都 更新的內容都 基本上都匡定了 然後會額外更新的 都是一些比較小眾的東西 所以像有些人可能會講說 唉 那年底會不會看到什麼 生成二 就是初始刻裝的生成二 或者是EP20 我覺得不可能 嗯 一開始就狂死了 就剩下一些小更洞啊 或者是 介面優化可能就會有 如果是EP列或者是大更洞 就 基本上不太會了 因為那個已經談好了 但是今年的生成一 是有機會的 那時候總監已經說完了 所以他就要不挑票的話 我自己也蠻期待的 對啊 我現在的裝備其實也算是針對 深層裝 深層一去配置 因為不管是說 我會蠻期待深層一的 大爆效率如何 深層一要注意的點是說 他都是BOSS階級 是 那其他的好像 他是不是每個符文都會掉 對他跟 因為像前陣子不是有 剛那個夜市活動剛結束嗎 22周年那個夜市 那其實他其中的玻璃島 那個次元玻璃 其實 某種程度上算是 模擬生態圈 喔 對 不管是說出糟或者是 掉落物方面 都其實 蠻模擬生態圈的狀況 那個深層圈的狀況出現 那 唯一比較不同的部分就是 怪物的種族跟 血量方面 因為那時候看朋友幫我造的 怪物情報 大部分都是6000多萬 然後有體質到8000萬的那種程度 可是像深層的話 大部分都會是 八九千萬 甚至有少數體質有破1 那一樣都是有90%減傷 跟RE夜市20減傷 跟BOSS階級 這個需要再特別的注意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點是因為 夜市那邊可以順移 對啊 但是深層1不能順移 不能順移 所以 像我之前也有去夜市 稍微挑戰一下 可是我不期待他的打寶 不然說 還是有稍微記錄一下 可是 我那時候我就盡量訓練自己說 不要 能不要肥就不要肥 嗯 就是 信本的模擬一下 到時候生成出之後 以我的打法 我可以模擬出來 大致模擬出來 這樣子 是不是連跳高都不行 對 連跳高都不行 所以裡面 到時候 以台灣的話 應該都是果凍代步吧 對 應該會這樣子 不然就是有些職業可以 前前後後的 可是我記得 也沒多少職業可以在裡面 像 應該算基因了啦 算基因了 升神1就只 能位移的技能就只有 像修羅的 修羅的三短技能 有一個叫修羅生蛋 或者是斬首十字斬 這種攻擊的時候 他會順便位移過去 只有這種技能才可以正常釋放 所以像跳高或者是 其實這樣的大步前進 我記得也不行 然後公升更不用談的 這種純位移技就 完全不行使用 到時候就變成大家都 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對 就是剩下就是 頂多就是比 傷害量跟 手長手段吧 到時候就會 各個流派就會開始 他傷害夠耶 他打得動 我們就先不要關心 他能不能位移了 我們就先關心 他打得動耶 這樣子就已經 讓很多職業可以有辦法 去做一個 呃 競爭的我覺得 因為假如說 升層一的掉落機率 比如說跟 因為像主委有打過玻璃 玻璃島嘛 對啊 呃 我自己查的的話 呃 應該是差不多 掉落機率應該是差不多 那還是真的蠻低的 那還是真的蠻低的 所以 呃 升層唯一能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他經驗的部分 哦 經驗哦 應該不會跟玻璃的次元玻璃島差不多 還肥耶 哇 那這樣 更肥耶 可是他要250才能進去吧 對啊 就變成說 欸 比較裝備沒有 沒有 比較沒資源的人可能就是一樣 像 現在的 平原或者是 是 我不知道老常那邊怎麼講 是看到礦山嗎 呃 波洛西的那個 波洛西那邊 對對對 因為可能比較沒有資源的一樣 是往這個兩個地方打 然後如果說 裝備有一定程度 也打得動 深層的話 那 深層是個很好的 從250連到260的地圖 那我們這邊就是要來聊到另外一個話題是說 欸其實表情他本身是有在開實況的 是 那 是算開很久了嗎 如果你有 從你開始記錄來說 呃 我其實 其實我本身沒有特別的 就是算專心做 聚取之況 實況嘛 因為 有時候我也想要 軟爛或者是微波事情 我也不會特別去開台 但 前前後後還是有開個 應該有一兩年了 所以一開始開台的時候就是以 704刷寶 的這個 方向為主嗎 對 一開始 那時候也是在玩 那時候已經玩 列領式 那時候還是還在列領式的時候 比較常開台的時候是已經 已經在七零式 我會在我的實況台做 就是 有時候有觀眾有 一些關於七零式的問題 之類的 我也會問他 我也會幫忙回答 就是說 有些 沒辦法回答的 我也會請我的MOD 就是 有類似管理員的那種 那些人幫我去查一下 然後幫忙回答他 那觀眾 你有發現觀眾 大概都會問些什麼 很常見的問題嗎 大部分都其實都是問像 七零式的 裝備 就是說 他的角色 裝備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他想要換這個裝備 就是說 之前還是 史林斗 然後後面不是出 奧林匹奧斗出來嗎 對 他們就會說 那奧斗的 他就說他已經有史林斗 那他有沒有需要 換奧斗出來 然後 我覺得 其實我會蠻建議他 說先去 你自己用你的機體去 用計算機去模擬出來 然後他就不想按了 他如果他不會按的話 我就幫他按 因為我自己也算蠻喜歡 按計算機的 一方面是算幫他回答他的疑慮 一方面也是 我自己說不定 也會有這個資訊的想法 也許以後下一個問的人 就是跟他說我已經按過計算機了 大概差幾% 對 大概差幾% OK 這邊要順便跟大家稍微推廣一下 我們這個計算機的部分 到時候我會把它放在說明欄 讓大家看那個連結 這個計算機非常感謝他 願意幫我們做出這個計算機的玩家 因為以前沒有計算機的年代 我們看到一個新裝備出現 我們只能夠把它買下來之後 穿上去 然後去測試說這個裝備 到底有沒有比我現在更強 然後導致說很多裝備都是穿了之後 發現沒有更強 花了很多冤枉錢 但現在呢 因為這個計算機的出現之後 我們可以了解 每件裝備大概穿上去 會增加多少%的增傷 然後讓我們可以 預估說 假設我今天花多少錢 做多少事 這個都是現在計算機會達成的一個 我覺得它是好處 例如說像奧林平亞 奧林道剛出還沒有人可以馬上獲得的時候 就可以先用計算機先大致模擬出它的上派出來 那如果說 模擬出來 例如說計算機上面先 Key 例如說 Key出來 有個技能可以打出1E的輸出 可是實際在遊戲上 打出來 卻不到1E的話 那就有可能是 那件裝備它的能力有部分少是裝到 就可以用這個證據跟官方做回報 對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回饋 就是很多時候專方雖然說有做裝備 但是它有些東西就是會忘記裝 對 我覺得這之前就其實蠻多的 因為像我自己有好幾個問題 就是有回報官方 有些真的有幫我修回來 有些就還沒 另外說 因為這個常開計算機是一個朋友做出來的 它一開始只有跟 算是跟自己人投入 然後後面我們就跟他 有時候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真的很方便很強 後面就轉去POPA 就讓這個計算機的用戶更加擴大這樣子 而且大家也會去回報說哪邊是不是有一些問題要修改這樣 對對對 那邊文章我也會幫忙看 所以像有些功能 可能他有少沒有注意到的 我就會跟他講 然後我會說 特意到 然後就再找時間去 稍微再微調一下 而且這個計算機的網頁 它其實每一個技能都會跟你說 它現在的 比方說冷卻時間是多少 共通延遲是多少 這個都是 很多遊戲內不會跟你講的 你只能夠去查 才查得到的東西 我是蠻推薦大家 偶爾就去看一下每個技能 大概都長什麼樣子 甚至是如果你有時候看到未來的改版 它的趴數變動之後 你甚至可以去它的公式裡面自己去 修改它的參數 那你就可以知道未來改版之後 你這個技能會比現在強幾趴 你要不要去投資這個技能 這個也是我覺得這個計算機網頁上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真的幫助我很多東西 因為像現在巴基利其實有點 美妝努力賣妝難 有時候就會遇到說 我真的買了這個裝備 不理想我想要把它賣掉 價格又可能很不理想或很難賣掉 這時候如果在買之前弄之前 先用計算機key一下 如果說表現狀況 我可以接受我就搞 如果說不能接受 我一開始就不會搞 你會不會有一個 你在買裝備的時候會有一個基準值嗎 你是怎麼樣確定說你想入手 我會先計算它搞出就是搞到這件裝的成本 跟它的使用目的 例如說像最近想買的 最近的話看一下 就是你心中覺得這個有CP值 我覺得好像可以購入 我覺得CP值部分我是比較難出出來 因為每個人的CP值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像一開始 我最近算是做ROS投 因為我最近也剛去打ROS的比賽 在新北場 然後那時候就拿到這個ROS投 那時候就有注意到這點 因為當時就是也蠻常練功的時候 會跟朋友借一些像20週年套 之類的來就是來弄裝 然後後面想想不要不能老是麻煩他 然後剛好有機會拿這點頭 我就去做了一頂 然後這點頭它比較特色的地方算是 對四轉技能加技能上嘛 25% 那如果說沒有吃到的話 那其實它的能力 其實小書20週年套 大概兩三%而已 你搞一個部位就好 對而且你還借放你一個頭下的部位 對所以我覺得ROS投我會覺得蠻不錯的東西 那有沒有最近想要買什麼東西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一個裝我有注意到 可是還沒出 喔還沒出 這是EP20 對EP20的冰川盾 應該講雪花盾才對 對它的能力我自己敲計算機 因為它的能力只要到 不看卡片克制化的話 正常它的能力只要到11C就好了 然後它的傷害部分跟14A的圖倫差不多 喔喔 它是內取的出現狀欸 內取出現狀 而且一樣可以跟雪花狀一樣用加久的靜電箱使用 所以真正在付出的時候頂途就是青電箱吧 就加10充加11那一段 頂途就成那樣 其他全部都內取 然後附模就是雪花模式 跟閃爍模式跟耀眼模式這三樣 很拚命 真的很拚命 我這樣盾牌可能會大洗牌 可是畢竟突盾也是出很久了嘛 人家也是 而且說不定有些突盾 有突盾玩家他還可以用突盾的 瘋狂吐寶寶披肩 然後說不定兔盾又有他的優勢在 但如果說你的披肩不是用瘋狂吐寶寶 你只有單配盾的話 那可以考慮換一下 也許兔LT會再出個星魂附模啊 有可能喔 最近都有啊 雪星盾 我最近才剛搞一個啊 因為我現在我其實也是雪星盾的使用用戶 雖然說我沒有搞明確 但我其實蠻喜歡雪星盾 雪星盾的優點是什麼 是回復還是攻速 我覺得是攻速的部分 然後加上造價吧 喔對阿現在很便宜 對現在很便宜 雖然說他就算開附魔 他的價格也沒有說漲到哪去啊 那附魔的碎片太貴啦 那個就是有機會玩一下就玩一下 應該除以二的 十個稅費好貴 像我現在拿的盾 那個星魂三也是我付 就是有付到 就付一次 有先求有再求好 那這樣子 因為平常如果你是實況紀錄的話 你會紀錄哪一些 應該說你平常會做的事情 我平常開台的話我都會先去刷 挑戰古城 然後我的挑股都是 幾乎都是刷十階的 是一發秒嗎 青蛙可以一發秒 就是暗打雷斯可以青蛙一個一發秒 然後西魅的話 很需要打個兩秒就秒掉了吧 那你是用哪一隻絕招去讓他走掉的呢 暗打雷斯的話是用聖屬裝的四發五行程 直接打個破表傷害直接把他秒掉 所以穿你現在的裝備嗎 我現在的裝 旁邊給我一個幾分鐘嗎 我去換一下 沒關係就大概口數也沒關係 口數也沒關係 把什麼東西換掉啊 衣服換成滅絕王的朱比特 一樣是咒衣 然後武器一樣是把 然後盾牌我會換黃金蟲的 斜行盾 主要是拿黃金蟲卡 然後P鍵的話 改P鍵的奧斗 12A奧斗 奧斗 因為是有一件也是西魅的 烏爾斗啦 並且那件還沒有LT 我也還在存錢 搞週極新章碎片 有機會的話 應該也會先把那點烏爾斗給LT 那視頻會變嗎 視頻會變 會變成聖光藍寶石 驅魔四四 然後就插 策劃聖傷的卡片這樣子 其他就是 算是狀態部分吧 狀態跟BUFF上一上這樣子 然後西魅的話就是 單純P鍵換 P鍵換二活動 然後我連 像我傷害 那我是連祖宗跟城隍廟我都不該的 就直接開場 直接打字 所以王已經沒有尊嚴了 那你有刷到卡片過嗎 那個西魅打了 到現在打了三 兩張 算兩張 就今年打兩張 這麼多 今年就兩張 對去年有一張 哇 不過現在西魅卡已經漸漸的 呃不像以前這麼可怕了 因為以前這樣十幾萬吧 現在應該 一萬出吧 對啊 這就是 呃有些網卡真的在現在這個版本 已經不是這麼的可怕了 就是很多副本的網也都是讓我們現在覺得 欸這個寶物好像 像最近的龍可爾也是啊 那個卡片 也是大概兩千 兩三千而已 我從六千 因為龍可爾我到現在也打了五張 五張 對 因為我之前 巴基里的雪花魔石價格不錯的時候 我幾乎每天都會打五十四場 五十四場 五十四場要有五十四隻的七零屍 對 然後我全部都是有寫過主線那種 我好像說也花了我一個多月時間 這個 很有毅力 很有 很累啊 那時候真的說很累 可是我覺得 很值得 可是 打這麼多場的情況下 呃 應該也會花蠻多時間的吧 假設你每天要打 挑戰 欸挑戰這三天一次還好 欸 欸挑戰的話 因為我算是有四個帳號去可以刷 可以刷 很像我現在開這個帳號 跟上面這三隻 也是我其他天一次的帳號 然後我會把這四個帳號分三天分打 然後其中一天可能就是打兩組這樣子 挑股部分道分都花一小時多就打掉 所以挑股的下一個就會接哪一個副本 會試試看別的副本 我正常是會接懺悔 懺悔還要護背 對 護背啊 然後 因為像我挑股 盤開副本轉裝的話 一場大概是四分鐘 然後挑股 懺悔的話會到快五分鐘 所以時間有拉長一點點 也是很快耶 五分鐘 就當Speed Run打 有時候我會看那個紅桶 之前紅桶不是也會發那個Speed Run的影片 我稍微看一下 看他的路徑 可是懺悔的公主他會放漩渦的話 你怎麼防 你是躲住子 之前傷害不夠的話我會躲 現在都是直接硬打 現在可以烤死他了 對可以硬躲 那如果說 因為像之前不夠的話 我就真的會躲住子 然後像現在的話我就是 因為我打懺悔我會習慣吃果凍 對然後到公主那邊的時候 就會很需要果凍的位移 能躲就躲 然後感覺會心快砸到自己的話 就趕快躲去住子 然後有時候會躲 剛好躲得掉就繼續打 躲不掉死掉 那就換下一隻 你不復活直接換下一隻 我直接換下一隻 因為狀態也都掉的差不多 因為我都是一個角色 一個角色開進去的 我不會再另外開 什麼腹背或者是工具人再進去 原來是這樣 那懺悔之後還會打什麼副本呢 現在的話懺悔完 就直接去刷神骸拳 然後之前還會去打龍可兒 現在不打了嗎 現在可兒不可愛了嗎 很打膩 然後收入感覺也不怎麼 我是 因為我有時候會看一下時間 因為時間都是固定的 我就會看一下說 今天時間夠我就去打一下 時間不夠然後就放掉 然後我就去打更有性價比的地方 龍可兒目前的掉落物來說 以老茶的話現在如果你打到光輝的那一瓶的話 大概是1000萬 那如果是耀眼的魔石大概有個270萬 那如果是閃爍的話大概60萬 老茶的比值大概多少 21左右 那還是比87高一些 好像應該是差不多 可是還是蠻賺的啊 如果你打到光輝 可是不好掉啊 因為像我自己刷下來 平均 平均54張打的可能只打一兩罐吧 不好掉啊 那耀眼的話大概有個10幾20克嗎 運氣好一點可以到20克 運氣比較平均的話也是大概15克到17克左右 這是以兩個小時左右的54隻 對54隻來算 對然後我之前也有算過 就是說我兩小時都打去打龍可 然後光輝我直接算兩瓶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因為像我有時候也會打超過兩瓶 有時候甚至一瓶都不會掉 然後我就算平均下來的話 兩小時那些東西賣一賣 應該只能賺五六千萬吧 五六千萬跟打生態圈打兩個小時好像 我打生態圈一小時可以打 五千六左右 喔 那確實啦 確實現在龍可兒的優勢已經不大 對 所以說真的有認識的朋友 就說幫我打一下 然後我說我才去打 不然就是等一瓶相開 龍可兒就變成 當然那時候可能光輝也會掉了 優勢相開的話 我應該是all in 阿葵拉而不是龍可兒 因為阿葵拉才會掉光輝 阿葵拉的優勢相才會掉光輝 龍可兒是耀眼 只有雪花牧師系列而已 阿葵拉才會掉光輝 對應該是all阿葵拉比較快 所以現在比較多是在挑戰 懺悔跟生態圈遊蕩 對大部分是這樣 然後有時候像我朋友也有時候 然後像目前的話就是禮拜一跟禮拜四打星座塔 揪個時間 然後打個六場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會覺得說 雖然平常自己在玩 自己一個人在玩是算賺外快 可是我會想要有遊戲的感覺 我很喜歡跟其他朋友一起在語音一起玩聊天的那種感覺 所以打龍哥是你們互動的好時間 對龍哥是我們互動好時間 所以像後面可能出什麼參數7之類的 我們也有在規劃 就是說到時候要開什麼角色 我們也有就是龍哥團會討論一下 像之前困難別墅還沒有下降之前 我們那時候也會救一救然後去打 就是一起有個玩一起玩的目標 雖然現在很多都是為單人設計的 我覺得現在的環境大家已經習慣 可能一方面是不想麻煩別人 或者是假設大家又要在那邊 湊裝備又是一個負擔 所以就變成是不如我自己變強一點 真的會 但我覺得RO現在對我來講不是個 已經有點不像是個純粹玩遊戲 而是它是個我認識朋友的管道 算說是網友 可是我們還是有出來的像網劇啊 然後吃飯聊天啊之類的 所以我真的在RO上認識很多朋友 包括成戰這些朋友也是在遊戲裡認識 對一開始也是在遊戲認識的 然後後面就是打著打著出來吃個飯 然後後半就是出去約一約 然後去打個比賽 成戰的朋友跟你榮哥的朋友應該不一樣吧 一樣有些一樣 像最上面的那個我們都叫他田柯 他是我們的遊俠爸爸 他現實也是個爸爸 各位可以看得到他們身上一堆太陽神 我跟你們說他們應該是巴基利現在最強的公會 成戰公會啦 成戰公會應該是被你們給包下來了吧 對目前 對目前主要成都是我們 欸那你們巴基利有沒有別的公會會跟你們搶 還是就獨大 還是有啦還是有 目前像最近的話就 算是老公會在 還是會偶爾會過來這樣子 拉扯一下 拉扯對互相拉扯一下 那最新的成戰他也會來拉扯嗎 最新的 喔最新成戰倒是沒有 因為最近成戰好像變成真的是存人數在 在壓壓了吧 對人數優勢真的很重要 而且現在最近一次的更新啊 沒辦法點起 就工方沒辦法點起 點石頭傳點 喔那個真的是很傷 那你們現在比較少碰撞的話 會不會成戰的人會越來越 越少人 還是你們就是維持一定人數而已 因為我其實是其中的會員而已 然後我會覺得我們還是會有還是會維持一定數量的人啊 如果說真的有以前會跟我們進整的公會回來 然後我們還是我們反而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不用在那邊 可以不用在那邊打戰了 成戰方面有沒有什麼是 呃很多人都會問說現在成戰好不好加入 是不是一定要買到什麼裝備才可以打 這個其實呃我的觀眾也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都不打成戰 我都會說因為現在成戰 如果是一般成戰啊 會蠻病態的情況是 如果你沒有抗裝 呃就沒有基本人權 有沒有什麼是成戰 你覺得現在 新玩家比較難入坑的一個 哪些點需要注意這樣子 成戰是個蠻 散立的地方 可是如果說 當你今天是完全休閒的玩家來講的話 你今天想要去攻略一張 地圖或者是副本 你們正常來講都會去 稍微去查一下資料 有人說 欸這張圖大部分會吃什麼凱 我需要特別稱什麼抗性 嗯其實跟成戰也一樣 成戰就是會往 就是說抗中或者是抗人 甚至是抗原之類的去配裝 然後當然每個職業的特性 技能特性什麼的都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成戰有趣的地方 如果說你今天完全是所謂的 你穿全商裝的玩家休閒 然後你真的有找到一個 成戰公會加入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會 一開始的表現狀況應該會是 摸到一個就是一個 可是當你摸不掉它 反而你會死的就是你 因為現在畢竟有四轉的素質 跟一些台特裝之類的 所以對方傷害也一定很痛 尤其是打完全沒有抗性的職業 就是一定也是一法秒 三四轉成戰算是秒來秒去啦 HE算是因為大家裝備都是一樣的 就是真的是雙方人數 跟職業分配不一樣 所以表現的狀況其實會比 週三週六的成戰更好一點 那T1的話 就T1是進階二轉的成戰嘛 那邊我沒有玩我就不討論太多 但基本上也是因為可以 玩家可以穿自己的裝備 反而是打持久戰比較多一點 應該講消耗戰比較多一點 那抗性這件事是不是 真的沒有擺抗的 抗人沒有擺抗就不能進去 嗯我會覺得 看你想要玩什麼樣的定位 因為例如說不管像其他遊戲 你今天要想要坦一個網 你總會需要坦克 總會需要一個指揮 或者是特定打手之類的 像我自己也是開我上面那支修羅 我修羅也沒有擺 我也沒有看了100啊 這樣不會出去嗎 不會被打死嗎 我當然會死啊 可是死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反而對 可是我就要活用我的修羅的技能 不管是攻身衛移 或者是光碧 或者是束縛正架人 之類的 幫助團隊去往前推 這就是他的優勢在 畢竟如果都穿抗裝的話 是不是就沒有所謂的 你就沒有什麼用 你就只是一塊肉沾 肉墊 也不是穿肉墊 如果說像現在擺抗 但是講擺抗冷就好了 抗冷的話 大概都是油妹或者是皇家 因為他們可以穿瘦人頭 又可以帶戰鬥短劍 可以擺抗 所以像八基以外 八基除外 因為八基有跟齊岩酸合併 所以有引進來一些 算機率裝備 就算 對比較升級的裝備 就是就算你的職業 像修羅就沒辦法拿戰鬥短劍 對啊 然後如果說有那幾件裝的話 修羅也可以擺抗 可是你的血量會非常的少 對 就才只有他有身材 因為那時候我還在玩 還是大夜王吧 然後我是用修羅 阿修 春阿修 然後一開始就是 我們 我現在那個工會的會長 就是找我說 表姓你是玩阿修 然後你又比較特化 你的傷害又比較痛一點 他就找我來測一下傷害說 如果說他連我的傷害都扛得住 那他應該不用擔心對方其他人的傷害的 後面就撤車後面說 哇靠你的傷害太痛了 然後你要到他們就挖我腳 進來說 你握著專門阿黃家跟會長就好了 我一開始工作超級簡單 我一開始工作 然後我覺得好玩耶 我後面就有感受到 稍微感受到樂趣 然後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在額外配忍者 誤忍或者是成戰修羅 就是再去配 我就是 當然你有興趣的話 你會當然會想要 越打越好 越打越順 然後後面就是 身陷在成戰這個畫面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他們的氣氛 不過現在沒有人跟你們打了 只能罰戰了 回來阿 我想稍微詢問就是 沙拉卡到底 到現在來說 你們以前有在打的話 這張卡片是真的很誇張嗎 因為現在因為有出四轉的關係 所以很多技能其實都可以破沙拉 像黃家有一招叫瞬間陣子 瞬間陣子就可以打破沙拉 沙拉的優點是說 我們稍微聊一下沙拉的卡片 就是好像一定程度的血量以下的話 如果這一招傷害可以扣你100% 最多只會扣剩下40% 對 例如說你的血量是10萬好了 加入 你穿沙拉之後你的血量是10萬 然後對方他一段的技能 打你超過10萬的話 你承受傷害就會直接扣 就只剩下剩下的60% 他就是每40%40%這樣子扣 所以像當時還在三轉的時候 其實很多 那時候剛開沙拉的能力 就真的是很強很硬 很硬到說一定要去多人圍毆 甚至是說需要有人特別準備 烏捕錘 需要魯恩上那個零器件 拿烏捕錘去敲他 讓他沒辦法喝水 然後其他玩家才能去打掉他 因為喝水可以秒7喝 所以如果你一秒內沒有打7次的話 應該就會被喝回來 然後就加上一些比較神奇的東西 然後就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那時候對於技能的次數來說 三轉是無法突破的 只有鋪分職業 像 像遊俠的那個標靶 他就可以破殺了 對 可是對方當然也知道說 這個裝一定都會有所謂的優勢跟劣勢 所以都會像我剛剛講的 標靶 標靶他這個技能 他是純眼傷 他每一段又是10段 就是實際的10段的話 那他的配裝可能就是往 抗原100先去撐 然後剩下的裝備就是拿去撐傷害 反而他就可以 針對那些特殊技能去做特化之後 他一樣可以游泳沙拉的優勢 可是像現在沙拉卡 其實像 那是三轉的時候 因為像現在四轉很多技能就可以破 不管是說 法術 像咒術的靈魂連擊 或者是 皇家的聖战旗 甚至是貓咪的一些技能 也可以破沙拉 所以現在沙拉其實沒有像以前那麼的萬能 神話的這樣子 對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神話 可是玻璃那邊的沙拉卡還是很貴 我會覺得應該是那邊 因為還是有層可以打 甚至是說他們平常就算沒層也會打PVP 因為像八之一就真的算 比較算是純層戰 PVP很少看到 PVP也是進去裡面 塑牙的那種 欸 純屬牙 那這已經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都說小時候在做的事情 對啊 所以 我會覺得 現在沙拉卡真的蠻 要說強嗎 沙拉卡 在一般的情況 假設我在打 打現在的PVE環境好了 它會有用處嗎 假設我看到一個屬性漩渦 趕快切沙拉 然後狂喝水 有用 像星座塔就很有用 蛤真的假的 星座塔 對 你說陷阱嗎 沒有陷阱他沒有 陷阱他一樣是 一樣是招破 可是主要是 像我們的星座塔產隊就會有王家幫忙拉犧牲嘛 然後被牽的人就可以穿全商裝去輸出 像我講的 如果說你今天穿全商裝 你就沒有辦法去承認王對你的抗性 比如說 像我們就算有D0 可是王還是會放天遣 死亡天遣可以破D0 他50D0 所以如果你不穿抗性的話 你也沒辦法穩定的躲掉的話 那就需要有皇家籤 那這時候如果皇家穿的沙拉卡 他就可以分散 你的角色就不會倒掉 他同時可以把沙拉卡的效果沿用到他籤的那幾隻 假設沒有沙拉卡的話 他被啪一下皇家也會死 對 還有這種功用在就是了 你們公會有做出那個超神甲嗎 有很重要幾件的 神甲跟大神P 對說做蠻多錢的 大家都來各一間了嗎 還沒還沒 可是神甲跟超神P 在現在這個環境中 他應該還是很強的裝備吧 大神甲 還好 大神甲我砍都比他強 那神P呢 神P 神P還是很強 大神P本身有動嘛 然後他同時又給抗性 又給延遲也 輸出方面雖然說 沒到很好 沒有到超越抖LT那種程度 畢竟他還是有給抗性 我自己就看過有斬首 玻璃的戰鬥 就是單挑870吧 還是1000PT的龍哥 他就有配大神獎 大神P 要抗無抗過 對對他把那些 對他有致命上的抗性 全部都撐滿之後 王跟他的技能打他 他就是要嘛傷害很低 要嘛就是完全一滴那種 但他可以專注的地方 就是對網輸出跟躲陷阱而已 這就是配裝的重要性 到神甲的話 應該是沒救了 可能等他開附魔吧 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有跟總監觀光建議一下 看一下吧 不然現在做出來 我覺得算是成就感 人生成就感居多 那你們的工會 會有定期的舉辦尾牙 或者是就是年會嗎 我需要先講一下 因為像871的工會 就是那個工會 是神山工會 對算是個聯盟 所以像我找這些人 大部分也都是算虎邦的人 居多 對所以虎邦 我有參加過虎邦的工會聚會 可是如果說 其他工會的聚會 是沒有啦 但像我今年有去打ROS比賽 就有幾個隊友是 其他工會的人 ROS比賽的話 是你第一次去嗎 對我現在第一次去 之前有這麼多 之前打那麼多成戰 沒有去參加過 我現在有 終於有去參加過這個 ROS的比賽就是 對啊因為 因為之前ROS 有分所謂的線上賽跟線上賽 下賽 線下賽就是所謂的現場比賽 對 就像今年的ROS 就是現場 現下賽 然後之前的線上賽 就是 比較想 我對線上賽 沒興趣 因為我之前有打過其他的遊戲 主要有聽過 戰地之王嗎 ABA 呃 是槍戰那種嗎 對 槍戰的 對 因為我之前有玩那款遊戲 就很容易遇到那種 線上神 現場 XX的人 所以我對 不管是哪一款遊戲 的線上賽 我幾乎完全是沒興趣 那這一次去打 有什麼感受嗎 你有感覺到 欸 現場打的話 會有什麼 我覺得現場 像我那時候報的場 是新北場 那新北場 因為我們那時候打到 就所謂決定去冠軍的 冠亞賽 算冠亞賽嗎 對 決定去冠軍的那個比賽 我們的對手就是 去年冠軍 去年冠軍 對 所以我 我覺得我們 以為我們 算第一次配合 又加上我第一次參加 就可以達到這個成績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會覺得 真的要以現在來回想 當初跟他們的 對戰紀錄的話 一定會事後檢討 就是說 當時應該怎麼做 可能會更好一點 對 當然如果說 真的明年有機會 還有辦的話 他們一樣找我的話 我應該還是會去 應該還是會 我想了解說 就是ROS 在比的時候 你們會 像我在看 他們這次世界賽 都是會用魅影跟修羅 去做試探性的 就是前前後後這樣子 那你們大概有什麼樣的戰術 是一般玩家都會去嘗試的嗎 我需要想講 因為每個對他的方針不一樣 因為像有些對他 就是所謂的歸家陣 有些對他就是會去做 比較主攻主動的一方 因為像我們那隊當初練 也是以主攻方為主 之前練的時候歸家陣練不太起來 就是有時有可能打個 跟練習賽 打了可能 例如說十八 可能其中才贏個兩三八 啊當然對方也是強的 對方是 那個 今年ROS的台灣軍冠軍 你說鬼家陣是指什麼意思 龜家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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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之前跟他們練的時候 龜家陣幾乎是打不太起來 反而是說跟他們對撞 拼操作 拼隊伍主攻的意思 反而會比較有敵的機會 所以後面 不管是在十一比三 或者是還是一樣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盡量以主攻為主 主攻方面的話 是不是有分 有放激將的 就是自爆型的 還有修羅去前面試探那種嗎 對 因為像我自己 因為當時我是控修羅 我一樣是控修羅 然後我開場的話我都會習慣就是 趕快談一談 先抓住說對方有沒有出比較關鍵性的職業 例如說有沒有出咒術 有沒有出斬首 或者是遊俠之類的 都會看到就馬上前跟隊友講 有出斬首有出咒術 然後我們就會決定說 那我們這場要可以這麼打 或是依那一隻 如果說對方沒有失誤的話 我們可以先針對那一隻做激活的動作 咒術會怎麼樣嗎 是魔力凍結 會磨動 磨動 然後就算他沒動出來 他也可以白肩 就是短時間限制某一個 某一個角色的位移 然後那個角色在白肩範圍內 他也沒法做任何事 除非說有主教對他有全域術 那斬首是擔心他會衝進來 直接斬 對直接斬 然後有辦法能撐過斬首的傷害 應該只有皇家跟修羅 比較有辦法的話 而且前提也要修羅 要有撐高血量 然後開破碎柱 好破碎柱 對對對 破碎柱的功能 他的效果就是你被開了之後 你被對方的指定向技能 例如說像十字斬 瞬間斬擊這種就是點目標技能 進上你點到你承受得住 你就可以把承受住的傷害 再加起被傷害再反射回去 哦 就很像 騎傷犬讓他打自己 對對對 那遊俠要注意他什麼事情 如果別人出遊俠的話 遊俠他算是比較要針對他的開精英的時間 因為通常有些遊俠不會馬上進場 就馬上開精英 通常都會配合著戰車 戰車就是果凍效果嘛 對 主要拿果凍效果跟 就是泳唱的素質方面 就是比較需要注意這個 那如果說遊俠真的進場 然後隊友有注意到可以先先丟光 必能保護好自己跟隊友為主 嗯 那如果說沒辦法了 就是沒有注意到的話 可能就是被他就是 就是一個標靶點一隻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這戰鬥的勝負在刹那之間 對 因為像我講的 有時候 像機甲也會有 如果說對方 例如說我今天空個機甲 然後主委是我的對手 然後如果說你們 剛好被我們的 不管是魅影 還是說 你們走位失路等等 剛好集中在一團 然後 我們妖宿把你們跟摩羯也差不多 然後其中一個過去全把你們炸光光 不要說炸兩三個就很賺了 炸一兩個就同時炸掉一兩個就很賺 剛好那一兩個又是皇家 那就真的是血賺 那這其實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太瞬間了 所以就導致說 這個比賽有時候我們要看懂 不像low還好在那邊放個大絕 然後可以順便拉扯什麼的 對 有些人像今年賽 我覺得當下的狀況還是以當下的選手 體驗為主 因為賽平可能也只會注意到其中的一邊 我沒有說他們交接不好 我沒有這樣講 我是說他們實際上 旁觀的人有旁觀人的 旁看的人有旁觀人的看法 然後賽平也是一樣 選手選手的想法 對啊 我看的時候都覺得 他居然可以抓得到誰 然後那個招式放多少 那個真的在太瞬間 10個人有10個人的技能要丟 那個真的 而且如果說像族 比較純物本方面來看的話 當然很多一些關鍵性的技能 像我們剛剛講的火水珠方面 當然會比較 不太說是那個技能作用在哪裡 對啊 這個很正常的 每個技能 有些是專門針對成戰用的 人家忍者就很多成戰用的 但我都 都沒有補賽會 他們在說每一場比賽都會分配金額 說誰買了網卡 那就要把錢 這個是什麼意思 有一些錢是要分配到誰去買 誰不買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那個是 其實像今年我去打的話 像每個角色就只有兩千萬的資金 可以去買裝買水錢 敲裝跟買卡片 其中像決定性晶體的裝備 就是像塔奧卡 然後奇惡或者是 赤王卡 赤王卡 對那些都就會比較貴一點 是說買了之後你就沒錢了 一千萬 如果都買過頭 然後分配沒有分配到好的話就會 沒錢 所以他有黃金重卡可以用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他有限定 他有一些網卡是不能買的 像頭的話可能就是狂蟻 狂蟻是一千萬 然後奇惡的話是五百萬 然後衣服的話塔奧一千萬 所以如果說像我講的 以雪地跟三朝兩千萬來講 你就不可能同時出 卡片跟塔奧嗎 因為 你就不用做事 沒有錢買裝 你就沒有錢買裝 你就說買了卡片 你也沒有錢買裝 而且他也沒有 關交易跟卡普拉可以存倉 那這樣子 每個人的裝備角色之間 是不能互相交通的 那不行不行 你的兩千萬就是你的兩千萬 你不能夠再 我幫你買卡片 對 沒有想像中好像人進去打一打就出來 但那個前製作業真的是 也是一個戰術 要思考很多就是資金投入方面 這個ROS比賽 我沒有參加的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我找不到人去打 可以啊 觀眾久一久應該可以啦 這個應該是 你驗一下我覺得 這算是一個樂趣 我是希望說他可以在遊戲裡 就是讓大家可以自由配對 然後就是去打 有點像LOW 隨時配對打一下打一下這樣 你說在政府嗎 對啊就是偶爾放 就是有一種這種 讓我們可以自由去戰鬥的 五打五的練習也可以啦 不然就 當然他有一些東西可能要設定一下 但是我覺得有這種讓大家可以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應該會有不錯的感覺啦 就即便是一些簡單的機制也沒關係 但至少讓我們玩家 偶爾 現在遊戲有啊 欸 你說那個戰魂裡面那個 KVN喔 那個其實就得死 那就有點累死了 獎品不好啊 沒有人要打啊 那也沒有辦法啊 對啊 那以前的K5 對啊 K5啊那些的 那我們這個表情大大已經經歷過 基本上他已經把這個遊戲 該經歷的都 像副本啊 成戰啊 呃 網卡啊這種 其實已經玩到 九成的內容都已經差不多 不到 我覺得不到專禁 可是 都體驗過了 對 略知一二 那你對於現在的遊玩上 你有沒有什麼心得嗎 比方說你現在繼續玩的話 有什麼樣的動力或者是 有什麼想要藉由這一次的 呃就是會客是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的 我先講短 因為我習慣 我想要長久玩一款遊戲的話 我都會分短期目標跟 長期目標 啊我先講短期目標 就是 短期目標 部分其實比較偏向 每一個版本他出 像現在就是以 EP19跟生態裝為主嗎 或者是有些台特裝 然後我都會盡量設一個目標 讓自己去奮鬥 例如說像我剛講的EP20的 盾牌或者是EP20的有一張法系網卡 我EP20出來我就很想要這兩個 然後我獲得之後我就可以往下一個 奮鬥目標去邁進 因為角色一定會越來越強的 有沒有什麼職業是你想要再 另外嘗試的 再嘗試的話 我目前還沒有想法 因為我真的是 其實是晚上演的團 叫我換職業 沒有吸引到你喔 還沒有喔 還沒有還沒有 其實還是很好玩的 也許明年韓國新職業出那一批之後 你就會動了喔 有可能 但應該不會這麼早放棄 畢竟這個帳號都被我練滿250的704的 所以要我放棄很累啊 有點像否定曾經的自己那種感覺 因為我當初是就是喜歡704 而玩704的自己 而我不是因為他強我才玩 那有沒有你曾經獲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個moment是什麼 算沙拉卡吧 以前是有在刷沙拉卡的 我到沙拉卡我總共打了三張卡 三張 喔 對 然後第一張的時候其實比較關鍵一點 因為那時候沙拉卡還很貴嘛 一張享受也受不到那種程度 而且那時候 那倒是有到10開頭了嗎 我那在賣15 15 15啊 15 那15的這一些隻雞 有轉換成你現在的裝備嗎 有 就是幾乎五六成吧 被我拿去換成成戰裝 喔 成戰裝備比較耗費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 對啊 因為像我當時就真的是 沒什麼穿 就是好一點的成戰裝 然後後面就是有慢慢 拿一些錢拿去投資給成戰裝 然後有一些拿被我拿去投資給 我心事的傷害裝部分 然後主要是打出第一張的時候吧 因為那時候我聽說 我的那一張是 然後回歸原廠經營後的第一張 上一張出來好像是老茶出來 老茶那個靖岳打出來的 像我打出來之前 沒什麼幾乎沒什麼沒人在打 然後我打出來之後 因為我還有其他角色要進去 然後我就回到入門口以前 應該當時現場拍了20幾個吧 喔 開始大家感受到這個金礦 他們才這樣說 原來沒有說卡 而是真的會噴卡這件事情 然後後面 剛好我就 因為我刷出卡 然後我 因為我習慣接觸 掉上廣的紀錄 然後我就拍一個 我自己的刷沙拉的打法 然後就下面就會有人問說 然後是什麼時候打到 然後我就會回答 然後後面 我就自己在觀察 那個 就是有人問 然後就好像 我那張應該是第一 就是回歸原廠後的第一張 手當很爽 對然後後面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沒開台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其他的實況主台 然後有時候看到他們就是 就是在刷沙拉 像尤其玻璃 有人在看實況 推取實況的話 就應該知道一個叫花蓮 一個實況主 有啊我之前也知道他在刷那個卡 刷超兇 我真的說刷超兇 太恐怖了 那個我做不到 我覺得那個太機械式了 對啊 那時候幾乎都是打到一張卡 就上一個年終了耶 真的 那時候很多人向往這個就跑去打 對啊 然後後面就是打出第一張之後 就是有人就是馬上跟我開標嘛 就是標價那個開標 然後賣完之後 然後我就又盡可能去多剩幾個角色去刷 然後就一路這樣刷下來 就刷了三張 然後後面就覺得 好啦 因為我三張都騎的時候 賣高於10 然後我覺得 差不多了 因為後面 後面我決定不刷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只剩 對好像就只剩無聊完 我就沒打算要繼續打 然後我 想想還好我沒有繼續打 假的48技沙爾卡一張也是 兩萬 兩萬到兩萬五左右吧 我覺得已經有打到過的話 感覺也會不一樣 我已經滿足自己了 所以現在就比較是多在未來的版本 跟一些自己想刷出來 融出來的那個 裝備上的成就感這樣 對 那上沙爾卡真的算是滿 比較對我來講真的是滿意義 整個遊戲體驗整個不同的一個機會 嗯 然後之後就是在Twitch開實況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會出一些 所謂的通靈環節 應該做音應該懂啊 對 因為像當時就是大家都在等 給擴充開架的能力是什麼 然後我當時就無聊 就是在禮拜一找中午的時候吧 我就想說如果說出了那個倒步LT 它能力大概是怎樣 結果我雲得好像十個項目選中吧 全部都對 就只有白虎進化 白虎進化那邊我沒有確定 我沒有想法 其他我選中 然後之後就有一個經驗之後 就會有觀眾每次都會在 就是那種新轉蛋的時候 就會有兩個說 啊有什麼心通靈的裝備嗎 有想法嗎 就覺得有點搞怪那種感覺 這裝備本來就 很多東西我們都可以去揣測啦 畢竟它怎麼出 能夠怎麼做都是人想出來的 又不是說 不是人想出來的 所以他們已經會有一些 他們內部的人員都會想說 如果是這個職業的話 可能會怎麼做 當然都會有去參考一些 先裝備 像朱比特為基底 然後再慢慢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觀眾也不用 一直叫我們通靈啦 我覺得有時候你去思考一下 什麼職業好像缺什麼 它大概就會往哪個方向去做加強 對啊 人家說湊巧啦 人家說湊巧碰到 我自己也不排斥 我們用遊戲的經驗 刷膩了 刷膩了 來暈一下 跟股市一樣嘛 我們今天就是來預測 來一支會漲 沒錯 我覺得最扯一次吧 那時候 因為之前轉蛋還是 沒有像現在這樣就是 只寫月份加 第幾期那樣 看名稱 還有名稱 對看名稱可以 可以可以猜出 欸這次可能是什麼台特會 看一個網卡會變成台特裝 我被暈到一次就是千年轉蛋 喔 法老 對法老王頭中 我那時候就想 法老 欸千年 千年積木 法老王 然後我就去 剛好有人 就看到有人買 在賣那個法老王 一張 兩千吧 其實也沒有賞很多啦 那也沒有賞很多 六七可以吧 對啊 那是被 真的被我蒙到的時候 就是有人說 內線賺 甚至還有十二生肖啊 那個墨蛇軍 我兩年前就在講了 我說數 所以 那個十二生肖 早就已經可以排出來 那些裝備了 對啊 然後像今年是 因為我記得今年是農念 農念嗎 莫蛇 莫蛇 龍 龍甲是去年裝 欸龍甲很青年欸 蛇 蛇提早出啦 蛇提早出 蛇精蛇生冠 那時候 就想說 欸龍免欸 那今年應該會出個 跟龍 龍的王有關的台特裝吧 清冠龍啊 敵屋 清冠龍還沒沒吧 還沒 他還沒 我們那時候在猜清冠龍跟敵屋 敵勒龍王 但殊不知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他需要吃心炸的 那也是沒辦法 他家那個龍王卡剩下三千塊 還好 我當初賣一架還算漂亮 對啊 龍甲都剩兩千塊而已 先拖再說 對啊 我真的這邊也要覺得 心臟 我可以承認他真的很強 但我覺得 我真的玩到現在第一次看到 有 材料 就是製作裝備的材料 比整件裝備成本還高 畢竟五六萬的級別 對我來說是那種 沙拉卡那種級別 比較偏向是 他會影響一個 遊玩的體驗 當然你說 裝備變強也有遊玩體驗 改變沒錯 可是他沒有 關鍵的改變一個 體驗 這個我就覺得 不應該有那個價錢 跟心臟比較能同比 好像只有 只有吞神盾吧 對吞神盾可能就是一個 確實有影響比較大的 對比較平衡一點 可是其他裝 我就覺得 好像還好 雖然說 價格這部分是玩家間 慢慢上來的 可是 像我有那件西梅烏爾豆 就是因為卡在 心臟好貴 我也想生啊 可是心臟好貴 我就是 下次一定 有機會再弄 我會希望他之後的裝備 如果要往上升 你最起碼把這個東西的 釋放多一點 因為現在我發現 其實玩家 已經真的越來越少了 那你今天又把它 放在偏轉蛋類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沒有 什麼能在轉的話 那東西就一直卡在那邊 你說希望官方能 再多想個幾個管道 讓玩家能去 取得啦 比方說龍哥 可是龍哥那個掉落率 我在想可不可以再 就1000分可不可以 再多一點 因為我看好像 0分跟1000分好像也沒什麼差別 好像是 對啊我們打那麼多次的 900多分 奇怪 好像也沒看到個影子 有人說打0分就打到了 那到底 打高分的意義到底是 有我決定打0分會打得到 這個是確定 對啊 這個就很匪夷所思 你應該讓我們那些 願意打1000分的人 有一點 說不定他真的有調 但是 可不可以再明顯一點 0.01%變成0.008 就有差嗎 對啊 甚至是你在別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透過收集的方式去兌換 因為有些東西你都用機率來講 那我就覺得我沒有一個努力的目標感啊 假設你說我今天打龍哥可以獲得 心臟碎片的碎片 就是固定取得 那我是不是有一個目標 我可以在半年內農出這個心臟的碎片 再去換什麼東西 但是你今天如果說都是用機率來算的話 好啦即便他5萬塊 我也可以打絕股一天 假設我龍一隻是1000萬好了 我也可以這樣換算 沒錯 可是這種換算是非常 非常之沒有意義的換算 我乾脆就換算說 我在外面打零攻打多久 我可以去買一顆心臟算了 這完全沒有 遊戲慢慢成長的感覺 那好像是一個 逼迫你用時間去兌換 某一個道具的感覺 我沒有一個打副本 收集道具的 我好像是收集錢而已 我沒有在收集東西去兌換 因為他磨動時兌換模組 這個磨動時慢慢收集 有那種感覺在 即便他不能換錢 但是我可以透過收集的方式 去兌換下一個裝備 對我會比較欣向這種 收集方式 次數是一個點 然後再來就是最重要 還是最重要的運氣問題 會掉還是會掉 會掉不會掉就是不會掉 長久下來就是真的會逼退很多 我都花了這麼多時間 我也花了這麼多錢去製裝 可是就是死都不掉 那一定會越來越群退玩家 也是我希望之後 如果見面會 我可能也會稍微聊到 因為我覺得 以前那些磨動時的方式 到現在好像已經 好像都是在拼那個王的 當然你說現在龍可 可以打耀眼的魔石 這個是一種 另類的收集沒錯 但是它不是保底 它保底只有 原石跟花葉 這兩個東西的保底 說實在 好像沒有 真的 我想要做暗淡冰金 你給我這兩個東西 難道我會 我有辦法在一年內生出我的暗淡冰金武器嗎 不可能 但是像韓國的那個副本 移基石那個確實就是他們 衡量之後 很適合給玩家的一個福利 那台灣這邊 一直都不開 而已 我在想 一部分可能 可能跟外掛可能會去刷副本有關係 因為像現在不是有什麼古副啊 或者是有一些副本其實 都有腳本會去刷 這件事也是蠻尷尬的 外掛問題也是很多問題 因為像 因為我 因為有時候會討論外掛問題 就是說 我其實我討論的方向不是說 查慶方式不對 或者是 因為查慶方式 因為現在的方式應該就是 外掛那邊有人在顧 就是拿他們一折 但我會覺得是說 官方你就是請人來加到你查慶的次數 去讓外掛去主動去避免這個時段 去掛這個地方 不然現在24小時都在 對 雖然說現在外掛應該還是有稍微在注意時段吧 但我會覺得說官方如果可以再多少至少一兩個 一兩個公讀生 然後安排一個時間讓他們去掛去查慶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就是要給外掛壓力再 畢竟他們也是要花錢買外掛吧 應該很少就是真的自己有那個能力去寫這個程式 應該比較少一點 如果說他今天買一個外掛花了 假如說1000塊好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外掛官方可以去查慶 查慶兇一點 那他不敢掛的話 甚至是增加他的帳號被鎖 或者是資裝費的話 他就會盡量去避免他掛的時間點 然後他的收入就會越來越少 他反而是需要去再多賠錢去買這個外掛去吃 因為這點我有跟總監聊過 因為之前有在台東廠跟總監聊過 因為這畢竟比較平沉沉到對方 台方那邊的公司運作 我是提供這個想法給他 至今是沒看到 然後有時候也會再看到有些玩家 就看到看到說他在刷 不然就是說什麼生態權 突然被查棄 然後覺得說你查棄就查棄 為什麼查到某種玩家 我其實我看到這些文章 我就覺得說 就驗證而已啊 你沒做壞事的話應該不用怕吧 因為我說這種 我也被驗證過啊 我當下一定會嚇到啊 喔是驗證喔 會一會 我就繼續去蒙我的 對啊 大家有一個共識啦 這個驗證要當做是習慣 就是一定會碰到 他出現 你能現場看到驗證這個是好事 這反而是好事 即便外掛可以瞬間解開 但是他要解開啊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好險他還有在發這個驗證 要是沒有發這個驗證 那早就大家都流星雨了 都給外掛玩就好了啊 我一直以來會覺得說 外掛其實不是個 亂七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他一直以來都是個長期奮鬥 每個遊戲都有啊 而且每個遊戲一定都有用 不要讓這件事情擴大到 每個人只要有聚集一滑鼠 可以按就可以掛的話 就已經算是阻擋了 某一部分的外掛情況了 那最後的話就是 表情有沒有想要詢問我的 或者是想要跟我 特別討論的話題 我有幾個朋友請我幫忙問主委 不好意思 好喔 兩個問題就是 我剛剛有講過 那個傷害計算器是我一個朋友 他有在做的 然後主委會希望說 現在的一代計算機 有什麼功能 會想要新增什麼功能嗎 也許就是 可以有一些 就是可能每一次有新裝備出來的時候 可以有基本的參數 不過這個會很累喔 就是 然後啊 對 還有一點就是 他目前其實有在做二代的計算機的 二代喔 對 二代的 目前玩家看到的都是一代的 然後有二代的 我這邊有圖片 可以去 所以二代是有圖像化更好的功能 是不是 對 我整個看起來圖像化更 就是簡單明瞭 也他預計會在 類似Discord的一些群組 伺服器讓玩家自行上傳 裝備的參數 就不用說 一個原本就有的就原有裝 你還要自己去另外 細K K他那些參數不用 你就直接去 download別人上傳的紀錄 然後直接 留在計算機就好了 那相同的裝備 會不會有十件同樣的參數 他上傳他還是會 每一個都看過 有跟遊戲中的符合 他才會丟進去 那這樣他也是蠻需要再審核一遍 他有點累 對 所以他到時候應該也會找人幫忙 就是算審核那些會上傳的那些裝備 那他2.0有沒有想要做一個收費的動作呢 他沒有跟我調這個 可是 我覺得可以做 因為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應得 因為這種事情 他沒做這件事的話真的 我個人蠻鼓勵他做一個基礎收費啦 我好我會轉答 我稍微看 因為營運這個網站 我相信也需要一點錢吧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有一些基礎的收益 讓他可以去營運也不錯 那我自己會希望說他 RES跟MRES公司應該 這個確實 這個可以稍微進去 但是就要去查每一隻怪的MRES 計算機的部分就這樣 然後他應該會聽一下 好再麻煩那一位答答 然後 第二問題 算敏感嗎 敏感 有什麼敏感的話題 因為如果今天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有點思考一下 沒關係啊 你說啊 他說 請問主委會覺得自己有被坑的一天嗎 或者是說只要R沒有倒就會一直玩下去 這個牽扯到我上線的動力的問題 就是以我現在來說 我現在是因為我在經營頻道 所以我自己覺得上線 比較多是在做一些紀錄方面的 就是可能有些觀眾 他可能會想要對於某一些職業 怎麼養成 或者是哪邊需要怎麼配點什麼 這個是我目前現在做頻道的一個目標 但是你說我在遊戲的目標其實 我該打的王我全部都打過了 我需要做的裝備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現在上線的時間其實很少 甚至我也在玩別的線上遊戲 但是你說退不退坑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情講的有一點 每個人對退坑定義不一樣 假設你是說 從此都不碰RO 這個就是真的很退坑的那種 那這件事情在我身上目前來說 應該暫時不太可能出現 甚至他明年有新職業嘛 那甚至兩年後會有新技能 這個都是我想試試看的 所以最起碼有兩年的時間 我應該還不會退坑啦 對 那我的想法也是更做一模 因為至少我現在玩了 我還是算有動力存在 只是說我在遊戲裡的動力 跟一般玩家的動力可能不太一樣 我比較傾向的是 我在做一些資料的收集跟驗證 所以或許沒那麼有趣 以前可能會覺得打王很好玩 但現在會比較偏向是 這個職業打王會不會怎麼樣 就比較沒有像以前這麼的風趣 所以很多觀眾都會說 你的頻道怎麼好像越來越無趣啊 我說本來就不可能每次都很有趣 但是頻頻的玩也是一種玩法啦 所以我現在比較不會這麼 太著重在一定要玩得很好玩 我只要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我覺得就已經不錯的一個 就是內容在這樣子 當然有一些情況發生的話 也許就真的會不想玩 當然就是在官方如果對於某一些 重要的環節沒有處理好 比方說外掛可能哪一天 他覺得就放任了 或者是他在某一些機制上 設定的讓玩家很不爽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嚴重干擾到 我上線的心情的話 我可能就真的不會玩 就這兩個問題 這麼輕鬆的嗎 甚輕鬆嗎 因為我覺得剛剛的問題 我看到其實有點敏感 剛剛那個也不會敏感啊 我覺得這問題一直都有觀眾在問我啊 只是剛好我的身份不一樣啦 我是一直有在經營頻道的話 我本來就一方面頻道有一個需要 長期以往下的方向 但是我現在也是有在玩別的遊戲 我覺得玩遊戲好玩這件事 不一定要透過RO給大家知道 如果可以玩別的遊戲也好玩的話 那我覺得何樂不為 大家都難得透過RO認識我的話 那為什麼不要延續這一個 你可以說感情也可以說是 就是這一份大家的緣分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玩到現在 我覺得一大部分是因為我認識 這群朋友 我可以說沒有他沒有我 應該沒有現在的我 也算是他們 就是一直有一起玩 一直不管是有目標還是說 有一隻讓我奮鬥的目標這樣子 我會覺得很 我會發自內心的時候 我很高興認識他們這些的 這個大家聽到趕快 真情流漏跟你講 真情流漏 以前他都不會講這種話的各位 聽到之後有沒有 真的有點真情流漏一點 很棒啊 我覺得透過一些地方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是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下 很方便的方式 但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次跟表情 聊的一些內容 那大家如果對於這個氣零式方面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到表情的Twitch頻道 我到時候會把它放在說明欄中 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平常可能會刷的副本 或者是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他直播的時候 稍微在聊天室做一個詢問 如果說真的 因為我真的有時候才會特別開台 因為我算是打發時間 打發時間的開台 所以有時候真的在看不到我開開台的話 有在巴西的朋友可以 因為我們巴西有一個算組隊交流區 然後我也在裡面 他就直接tag給我問就好 如果真的也不行 你有沒有在的話 直接來回格 然後命我這個主教 主教的ID 我看到的話 寄信或者是命語都可以 那寄信還是寄信為主 我看到會再幫忙回一下 那麼就非常感謝表情 跟我們這一次的聊天 謝謝主委這次的邀約 好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拜拜 各位拜拜